實在就是SUM 各位我們今天來到愛馬汽車 今天我們要來看到這台車是2007年的CLK280 那事不宜遲 大家一起跟著我來看這台車吧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愛馬汽車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這台是 賓士的CLK280 它是2007年出廠的 現在的里程數是12萬公里 這個部分可以跟各位做保證 然後它搭載的是V6 3000cc的引擎 馬力可以高達230匹馬力 這台車也經過我們YES的認證 所以它保證都是沒有濕霧沒有泡水 而且板件全部都是原板件 所以我們也有去做拆換 讓我們看到的是這台車的心臟的部分 就是它的引擎式的部分 那這台車呢 講過這台車搭配的是我們V6的3000cc的引擎 那它的最高的馬力呢 可以達到230匹馬力 大家可以看到它引擎式非常的大 所以它就是為了搭載它V6引擎 這樣子的一個排列方式 那也剛好這樣子的空間 可以讓它的散熱會更好一點 這台售價呢是39萬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來看我們以下的介紹 這一台呢 它的正副駕駛呢 都是配置的記憶型的電動座椅 所以你可以在它的門板這邊呢 都會看到它們有一個椅子的一個造型 就是去相對應你的坐的椅子的部分 都可以去做一個調整 不管你的背靠 那還有你的前後 都可以去做一個調整 那我來跟各位介紹一個比較特殊的功能 就是它的 兩邊我們駕駛座的安全帶呢 它在你開車進到那個車廂裡面坐好之後 把門關起來之後呢 它會往前伸 讓我們的主副駕駛呢 都可以去用比較省力的方式 把你的安全帶扣上 好我們現在呢 帶各位來看這一台 CLK280的內裝 那它內裝呢 還是呈現比較跑車型的一個設計 那再看到我們中控這邊呢 它搭配的是屬於一些鋁製的一些面板 那看起來呢 它的運動感 時尚風會比較重一點 那它的中間面板部分呢 它有一般的音像 那CD的部分 那還有可以接之前的一個免磁聽筒 那中間這個部分 你會看到它一些數位的一些功能 它在方向盤這邊呢 它搭配的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快播的方式 那左邊我們這邊看到 就是屬於它的行車電腦的部分 可以去看到 去調整我們的儀表上面所顯示的資訊 那在右手邊這邊呢 它去控制的就是我們的音響 以及我們的面子天筒的這個功能 我們在旁邊全部看見 然後看到它一定會有效的 我們在旁邊的地方 還會去看 如果要是我們的音響 就知道我們在旁邊 就輪到數字體 與我們在旁邊的風格 成功我來說 如果您能 metres和之前 一直人ر問 在旁邊的部分 又說什麼 我們在旁邊的準備 是eni手段 一直有雨 我們下單車的起床 就是它的功能 而且聲音效 又不是 在旁邊的 我們現在下單車的 我們在最後看到的是我們方向盤 後方最下方的這一根小撥桿呢 它是屬於控制我們這個電動方向盤的一個控制的功能 它可以上下左右都可以去做一個調整 讓你去調配到最適合你的一個狀況 好那我們視線往上看呢 在我們車頂這邊它有搭配一個電動天窗的部分 讓你的整個跑車的風格以及它的高級風格都會有跑出來 好各位朋友呢最後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台車 這台車是賓士的CLK280 出廠是2007年出廠的 搭配的是V6 3000cc的引擎 馬力最高可以達到230匹馬力 它的里程呢12萬公里 這個部分呢我們店家都可以做一個保證 保證沒有調表 那它也經過我們ES的認證 保證是沒有泡水沒有事故板件 全部都是原廠板件都沒有任何的拆換 那這台車呢在我們店面的售價是39萬 有興趣的朋友呢可以透過官網或是電話來跟我們聯絡 那歡迎各位來到愛馬汽車來挑選一部你們想要的好車 謝謝各位 實在就是SUM